这场比赛来了啊加赛 非常期待的加赛的部分要来了一场BOE 两位怎么看 BOE其实我觉得BOE从其实大概在知道打BOE之前 我觉得阵容上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去模拟过 就是说从我觉得从阵容的模拟 还有一些开局的一些部署 对BOE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从一开始 如果你有一些部署啊一些奇招部署 特殊的部署部署完之后 可能你打出这个效果了 你这局游戏都会很轻松 对而且也会根据当天的一个状态比赛 比如说他们哪个比较表现好的点 是不是在BOE上可以决定一个针对 比如说上一场 把我小房打的汉流加布地亚里纳 是不是会上到班位去 这也是蛮期待的一个点 因为BOE嘛对吧 所有游戏都可以出的 你不知道对面会是不是一把梭哈下去 对吧 所以说你上一把 其实那把亚里纳其实本来就比较艰辛对吧 打的其实翻盘的过程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是一旦那个成绩没有拿到龙 一旦那波决策没有说 博一博的话 你其实整体来说局势是被碾过去了 是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不能去忽略的是 成的一场会 它是等于连打了五局比赛 连打了五局 它跟狼队两场 然后刚Skars两场 然后接下来的一场 就等于是要连打五局 这件事情就对于可能教练组来说 就考验比较大 为什么一来是要让选手 就是进入到小小的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 但是他又不能完全卸下那股劲 然后他还需要去调整 教练主要调整自己的BP思路和逻辑 从B2切换到BO1 觉得有哪些大招在这局放出来 效果可能会比较好 加上我们前面聊的亚里纳 亚里纳英雄 我觉得突然一下出来 效果会非常的好 没错 但是如果说你指着这个东西来过日子 我觉得不能完全依赖它 你懂我意思吧 因为我觉得BP的变数很大 如果说你上来去做一些预设 说我这局要用怎样的一个套路 一个体系去强行打你 可能会让自己BP反而作杀 而且其实那把 其实本来就是套了个大招出来 对吧 那把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习惯性的在前三楼 就把他拿出来用来打野 但是现在没有说放到哪一位 放到游走位 给对面的一个惊喜吧 但是你这把用完之后 你下一把再出来 前来出加连大的话 对面会有一手预防 对 同样根据2023年KSC赛事规则 由于全都A支撑会与重庆狼队 积分均为14分 且近身分均为8分 胜负关心平等进行BOE加赛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很有意思的一部分 而且因为选边权的话也要进行 我觉得红蓝芳也是有很大的一部分说法的 是的 对 因为我觉得在目前这个版本当中 蓝色方可能对于射手 跌身在红区的优势是比较大的 对 来吧 来看选边 让我们看一眼 这个是抛硬币是吧 对 来了 猜硬币的正反 猜中的那方来选择自己的红蓝方 好 让我们看一眼 结果稍后会公布 结果稍后会公布 这个第一时间并没有完全公布出来 但从教练的表情来分析一下 好像我揣测 因为宝的手伸的比较快 哦 说明可能他猜中了 所以可能是蓝色方 对吧 对 有可能 猜测表情 我们分析一下 对 当然我觉得红蓝芳其实确实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说了就在蓝色方的一个红区的一个天然的优势 就是会帮助几方的射手会有比较不错的一个发育空间 没错 好 说到消息果然是AG获得了选边权 先行握手 是的 是的 我觉得先行伸出的那只手说明此时此刻信心比较充足 就是因为刚刚硬币猜中了 先手拳嘛 先手拳没问题 先手拳嘛 先伸出手 先伸出手 先手拳 不好意思 我先学 而且我觉得他们 就是今天红蓝队跟陈德约商会 其实在今天比赛前 我觉得两个教练其实就已经想好了今天 有大概率会加赛的一个可能性 对吧 因为上一场比赛也是这样 1比1 可能在选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猫神跟一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肯定说 我2比0对面 但是教练组肯定会做很多种就是不同的一个方案 对 情况的一个方案 我觉得今天这场BO1 我觉得是个阵容的选择 我觉得我会非常期待 就是看一看是不是让我们今天比较节省 想说BO2的时候可能还要再省一省 但BO1 对不对 在BP上面 首先你只有5班 对吧 前三楼三班完之后 对面三班完 等班了6个之后 你要在前三楼如何给自己这个阵容 就是已经搭配好一个雏形 在后两手又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英雄 让对面汉流加倍 这个是非常期待的 我觉得其实现在就是放在AG面前的这个问题 其实蛮复杂的 一个 为什么会说AG复杂呢 因为刚刚那局的这个进抢龙的那个翻盘 我觉得会是AG需要思考的点 其次就是这两天其实狼队打比赛 他上场率很高的凯 也是需要你去做不断的考量的 那除了开这两个英雄 其实你要去进行针对和班的一个选择的点 就很复杂 你知道吗 对 我觉得是班不完 根本班不完 班是班不完 就是看两边自己怎么处理 对 自己研究的BO1体系 然后去打出来打出来 自己该有的这种效果就好了 对 我觉得作为狼队首先红色方的话 我感觉大概率是不会放进了 然后还有上一把比较头疼的雅典娜 还会不会有注意到这个点 就是说可能会班尼尔或者自己选择 都有可能 但是我说实话一开始就是 说实话小胖是不知道对面雅典娜是游走位 现在你这个一个大招已经放出来了 而且他那把也是为了放这大招 就是为了2比0你 就争取不加赛嘛 但是还是拖到了加赛 所以我觉得这一场成都一场会不好说 是 好也是确认 确认同步成都一场会选择到了蓝色方 对蓝色方还射手的天山优势嘛 所以这没什么问题 那也是在于这么来了 就是这也是到选择题 就是射合的这个体系呢 我觉得一直都是成都一场会非常厉害的一张王牌吧 我觉得在就是保证上半图整体对抗强度的同时 去在整体这个地图上面去打一个均衡的点 我觉得也会是一个BP思路 两位怎么感觉 我觉得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 因为现在A机的风格可能就是比较偏向于 还是去帮助许比诚获得一个很高的经济 我觉得首先对于下落双人组这块 我觉得选一个不会很劣势的一个组合 我觉得会很好 然后我觉得其实 然后中叶的强度一定要足以跟对面去对抗 这样我觉得就算 这样我觉得就是说 我能拿到中叶 拿到中轴的同时去帮助许比诚扩大优势 对 然后会好打很多 那么我觉得重建狼队这边的话 大概是做强野区嘛 可能会给妖刀选择一个 比较能够扛压自己玩的一个发育路 然后去选择做强野区 做强上半图 去上半图撕裂一个口子 让我的一个切位就是类似于战鞭或者说是一个野和 对于敌方射手有非常大的一个威胁性的一个位置上 进行一个发育 然后去后期处理掉对面的射手 就是全都一团会的徐医生选手 看能不能在前期他下路打开更多的节奏 要不然的话我就从狼队做强射半图的话 拿到优势 因为现在小放拿的英雄 其实大多数船长的一个选择很高 而且野和其实拿的比较少 还是倾向于战鞭为主 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战鞭的位置上 能不能去发威胁大佐 上场出了个马超嘛 对不对 这种其实类似于你可以发现 狼队现在更多的核心 其实放在边路上面 也不是说打野位 因为打野位其实也就出了一把 两把劲的吧 对吧 下的其实大多数什么分撤啊 凯呀这种英雄 就是偏向于蓝里化 是那当然对狼来说 这个边路优先级很高的 其实也是A级边路优先级很高的 都是亚连 因为双方的亚连 其实优先级可以说是都是排在第一位 没错 而且在就是刚刚两位有在强调 就双方都有野和的这样一个属性 那么其实战尼尔这个英雄 也会成为一个比较核心的关键点 因为双方都擅长劲 那么在劲搭配到战尼尔 整体的效果都非常的不错 再加上战尼尔也可以保住 自己家下路的射手 有一定的存活攻击的容缩率 我觉得战尼尔有限就会特别高 因为其实不是说 你选择到什么卡芬尼 我就一定要去拿另一个去打 其实我们自己有很多很好用的射手 比如说后翼 后翼现在打卡芬尼的胜率是非常高的 对吧 然后再配上个战尼尔 我再拿个打野 其实整体容缩率会变得特别高 而且战尼尔是可以摇摆的 我不是说我拿着战尼尔 我就一定要让战尼尔去打边 我可以让战尼尔打野去游走位 其实都是可以的 所以就看他们对于这个 唯一四大一的一个一字 去怎么去选择他 而且有一点 是我觉得在今天的比赛观测下来 我会觉得史莱姆斯这个英雄 他在前中期 如果不能拿到绝对的献权游戏 或者经济游戏的话 这个英雄不好 不太好轻易出 因为在双方如果前期 前中期打很频繁的那种茶架 和正面对抗 讲究对抗等级和强度的情况下 我觉得史莱姆斯并不算是个很好 这一选择 我觉得后翼难不完 而且主要是我还是为什么 我为什么这么倾向于赞尼尔的英雄 首先赞尼尔 其实你可以刚上一场比赛 你可以看到 那个网儿去切到射手的时候 赞尼尔的一个大招 对吧 赞尼尔在我们KSC的版本当中 它是一个大招回血的一个功能 就是洛迪说会回血 那个其实有时候就会非常的恐怖 在宝人容错上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而且两边都是倾向于射手 打野位置上的节奏 而赞尼尔这个东西提出容错提的太高了 到后期你不管是 我身体上会拿出来选择 保到徐碧城选手 还是狼队选择 然后拿到保妖刀的一个赞尼尔 其实你会发现 在后期有赞尼尔的射手 是很难处理掉的 对吧 我觉得就是说 近 其实这把BOE我感觉大概率是见不到了 对 我也觉得见不到了 然后然后我觉得振多点就是在谁想要赞尼尔 然后还有射手的一方面 我觉得我觉得两边都是偏向于卡芬尼的 我觉得可能是 因为我看到对 不管是腰刀还是徐碧城对卡芬尼 我感觉他们都是感觉拿出来压制力很强的那种感觉 前击比较强势 前击机可以很好地滚出一定的节奏 好了 比赛马上开始 马时间交给杰尔说喜 好 欢迎回来 马上进入到这场加赛当中 这也是我们这一届KIC小组赛 在第二循环的第一次加赛 由成都市商业会和重庆狼队 我想大家应该 很多人都预测到了今天加赛的存在 因为毕竟他们两支队伍 在第一轮循环交手的时候 就是1比1打平 那么今天的交手 虽然说在第一场比赛 是AG做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战术 然后压着狼队打了一局 但是随后狼队依旧是不出所料的 来了一把猝死 这个故事现在好像跟第一循环的时候有点一样 不同之处就在于 之前AG是第一局翻盘 对吧 而今天的AG在第一局是碾压 然后大优势获胜的 我觉得接下来就是两队在BOE上面 要思考一下阵容该怎么选了 尤其是在重庆狼队处于红色方那边的时候 到底要搬什么英雄 对像刚刚西法说到的后裔打卡芬妮 胜率确实很高啊 在之前的后裔打卡芬妮 11次胜率超过了80% 相当可怕 对像现在我们刚刚其实我也有跟荒超在聊 就关于在红色方狼队如果要放出镜和卡芬妮的情况之下 他会优先考虑选哪个 看AG到底是先拿镜还是先拿卡芬妮 对就这两个你只能选一个对吧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如果AG 如果我的话我可能会考虑会给AG选镜 因为拿镜了之后你阵容会有多变性嘛 你如果单拿个卡芬妮 你剩下的英雄都是要围绕卡芬妮去做 而且百分百的镜没理由啊 对的 不选啊对吧 卡芬妮的话好歹之前他还输过嘛 是的但我们所讲的东西就是狼队双放的情况 就是卡芬妮和镜全部放出来 然后就是准备大家一边拿一个的这种情况 但是你要放镜的话 我认为你要把赞尼尔扳掉的 是的 你起码不要给赞尼尔加镜 对你如果给赞尼尔加镜的话 那真的就很难打了 那就又又变成了之前的那套就很难受 对还有一种就是双扳卡芬妮和镜全扳掉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AG可能会给徐毕成全史莱姆斯 对 史莱姆斯上一场看到他跟Skaz的那一局 第二局的交手 史莱姆斯基本上是团战有点无敌的啊 对反正比较固定的几个班位 我们应该能想到就是一个蓝灵王 一个刀锋宝贝 然后后面基小满这个点 不知道处于蓝色方的成都一场会会不会搬 应该有70%的一个概率会把基小满给搬掉 基小满还是把它处理掉会更好一些啊 因为毕竟在我们这一次的KIC的赛场上 基小满就光搬率就已经排到了前三了 一共会搬掉了74次 还是要把它处理掉会好一点 然后后面AG这边的话 就是要看他的后两个班位 AG在 就是看狼队后两个班位 AG再决定他第三个班位到底给谁 还是要看这局比赛 双方在PP上去做文章 来吧 准备进入双方这一场 A组的投名加赛之争 蓝色方成都一场会 先办先选 红色方重庆狼队 扣班 正队 先把蓝绿王搬掉 那狼队就是直接把刀锋宝贝搬掉了 两边先把这两个固定班给搬掉 接下来看AG这个基小满帮不搬 然后就看狼队他在扣两手的搬位是双放还是双搬 对 双方的话AG应该会先选择进吧 然后双搬的话 那AG就会先拿史莱姆斯 如果已经搬进了 那如果要是再搬掉卡芬妮的话 是不是会一抢史莱姆斯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但AG把泰乙搬掉了 他们打Skart那把是泰乙配史莱姆斯 那这把史莱姆斯选出来 他极有可能会配到一个莫子 嗯 史莱姆斯了 再看狼队 哦 莫拉 莫拉加大乔 哦 这是狼队的大招吧 不 再来个公孙黎是吧 就一直回一直回一直回是吧 如果这么选的话 莫子就出不了了 AG选择拿个张飞 张飞加亚莲 亚莲是防你手老夫子 然后张飞这个点的话 是用来counter一下你大桥的 早知如此就选 就技巧满就放出来 嗯 联波加亚莲 联波打野 对 看狼队这老夫子要不直接拿了 张飞先不拿AG 来个联波 嗯 也行 都是对大桥体系有一定counter效果的 不知火舞 哎 没有直接拿老夫子 说明这个阵容还有变数 啊 因为你不拿老夫子 AG必搬 不可能再放 对 哎他这个阵容其实也能变嘛 公孙黎大桥我们之前不是没看过 对 就是我不打老夫子那套就打公孙黎 那你那你两个人起码先拿一个 不然AG一会公孙黎加老夫子全给你搬了 双搬 夏洛特先拿 选了夏洛特加莫拉 有没有可能双边啊 有没有可能双边啊 这么看有可能再来个坦边 啊 再来个坦边打 坦边下路抗压去 嗯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机会看到 大桥体系里面腰刀用到 除了老夫子和公孙黎以外的英雄 老夫子搬掉了 狼队是搬了个东皇太医 嗯 因为狼队他这个阵容 如果要是莫拉打野 对抗路是夏洛特的话 这上野的经济已经要求很高了 是的 中国的话应该就是个王兆军 咒鱼之类的工具人了 嗯 AG最后一个班位 应该还是给到公孙黎 这狼队在 SCARS和AG的那场BO2的比赛的过程当中 真的没有少动脑筋啊 孔色方出大桥 然后AG是搬掉了大桥的两个搭子 嗯 哎我想到了一招 哦 哎不行 有什么说法 只能4加1 我想了一个非累啊 那就选不出来了 对 看着四楼亮了个王兆军 这套阵容 目前从前四楼来看的话 我觉得AG选择中路来个火舞还不错 可以拿火舞去打对面这套阵容 对 再多个强制位移 再来个张飞 哎我觉得张飞还是可以拿 哈哈哈 这间对手没搬掉 嗯 对手搬掉了 是一个能够压制住大桥回程的 东皇太一和一个强化史莱姆斯的迷世尹 那接下来看狼队这最后一手 最后一手啊 亮底牌了 出边路的战坦 还是出一个射手 射手 射手 没了公孙黎 选了个李元方 李元方 这就是一个常规大桥啊 打转线的大桥啊 来配合莫拉 打出效果的大桥 他感觉这套阵容压制力不是很强啊 对 对 这个大桥看看能打出什么样的效果啊 但是我们以前也看过李白配大桥嘛 是的 对吧 我们甚至看过当年Kat在E-Star的时候 拿出来的那套什么 米月加李白不加公孙黎配大桥 就三个回一起回 就一个圈一起回 再回到自己放技能的位置上面 对 因为Kat对大桥的理解是很深刻的 他是很早的时候就拿着英雄打中的 对的 就把这一身大桥配了一套 没有公孙黎也没有老夫子的阵容 前这位没选 选了龟齐的夏洛特 这也是龟齐在这一次KIC的赛场上 拿出来较多的一个编路的英雄 这套阵容应该是狼队想了好久的 因为他在前三楼的时候有很多机会 可以把公孙黎和老夫子选了 但是他就是不选 但这个阵容有一点啊 AJ的阵容比较笨重啊 容易被拉扯 对还比较笨重 而狼队的这个阵容有至少三个带线 是吧 莫拉加上夏洛特加上李元芳 三个带线 然后再加上一个大桥 而且狼队的带线点 其实后期挺厉害的 对 这个若花夏洛特还有个莫拉 很强 对 如果AJ被狼队这套阵容 打出带线效果的话 就有点像当时AJ在挑杯的那种战术了 就是我一直打带线 一直打带线 而且我的中路是个王昭军 王昭军加李元芳清线 对 你又突破不了我 而且他随时随地就可以把人摇过来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狼队的战术 包括他孙僧的那套阵容的战术风格 也是不断地无限地去寻找多大少的机会 对的 非常新领的战术 这把是小胖使用到莫拉 就是小胖继星葵之后 再次使用到一个AOV英雄 而小胖在休赛期的这段时间 并没有少练KIC的版本新英雄 在今天他已经又继星葵之后 再次亮出一个全新的英雄 莫拉来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局比赛最终 谁能够赢下来 在两次BO2都是1比1打平的情况之下 这一场BO1只能有一个胜者 究竟是AG还是狼队 进入比赛 我是九肉瓶子 我是九肉黄超 这场加赛最终只能有一个胜者 站在A组的第一 而在我们的KIC赛制当中 在小组赛打完之后的淘汰赛的 前续抽签当中 会有一个小组的第一规避 和组内的第一第二规避的赛制 所以这个小组第一很重要 对的 意味着你的第一轮淘汰赛 只会打其他组别的第二名 不会遇到其他组别的第一 规避掉较强的一方 连坡这是一个编路开局 是的 但是这把编开之后 被大乔和王热军骚扰的挺难受的 这直接打残了 过去还想爆盾吗 要爆盾 闪现过来爆盾 再扛两下塔 这极限扛塔了 连坡过去 想拦他 再两个E技能没有顶到 下了在旁边 开启个弱化 再回头给个二级能动 那不如火舞就要闪现上去 再接个被动推一下 但二级能的话 再打到了冰上 最终让三个残血 推到了塔下 A技的这个开局有一些乱了 影响到了连坡的刷野节奏 家里的野区都没刷 然后红buff想直接让给史莱姆斯 但是我们看一下小胖 进到了野区 法脸组小野怪 这个刷野节奏是已经乱套了 对 没办法 只能把这个红让徐碧城打掉 然后连坡自己收个上半区 终于这把他本来就是个坦克野 对的 也不能指望他有多么的C 他就是把团控打好就是C了 是的 这个开局虽然说是连坡边开 帮了手亚连 但是大桥加王昭君的轻中线速度太快了 对 一人一个技能线就没了 第一次交给到的是徐碧城的史莱姆斯 他在上一局比赛交手到日本Skaz的时候 史莱姆斯的伤害打出了40%以上的伤害 上路来了 开始反给归期压力 有大招 没办法走了 这波要倒 可以杀掉吗 在A一下一技能收掉 闪现退出塔外 死不掉 这样双方的对抗路就打平了 对抗路打平的情况下 A记得下路会优势一点 怪出来 差一点点 龟西要亏一点 因为龟西上路那波 项鱼和医生对于轩染那个击杀 他是没有吃到助攻的 是的 然后下路这边徐碧城的话是又拿红 然后下路对线也拿到优势 有一个逞机张飞在 还能跟着他不断的去控资源 对而上路的站边和站边的对抗 目前的渲染的经济已经领先了400块钱 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狼队这边有一个比较舒服的人就是小胖了 小胖的莫拉进对面也去反点小野怪 然后自家经济吃的也是非常的舒服 而这局比赛莫拉她是在中期的时候 可以打出很好的消耗作用的 对小胖现在已经三级野刀了 做得很快啊 她是裸的 她并没有出鞋 三级野刀的性价比很高 因为我们在正式服的打野刀的 她的层数每一层加的是两点攻击力 和0.5%的冷却 但是在我们KIC的版本打野刀 为什么她会出三级刀 就是因为第一她便宜了一点 第二的话她把自己的这个攻击力的 和15%的冷却 变成了10%常驻到了三级大野刀里 对就当我一出来的时候 我就能享受这个效果 对而且还有60的穿透 对还会有8%的移速 效果很好 因赛事网络环境波动导致比赛暂停 现场技术团队正在调试 请稍事等待 目前这一场加赛官或者两支队伍 谁能够拿到A组的第一好饭不怕晚 我们也可以稍作等待一下 两支队伍这是在我们本次 KIC的小组赛阶段的第三次交手了 而这一次交手不是BO2 一定会有个队伍胜出 目前来看的话局势扑朔迷离 因为你不知道狼队的这一手 单独的大桥体系拿出来 会打出什么样的效果 因为她现在没准还没有到司机 给看他们等到中后期的运营了 我觉得这种在中后期还是以代线为主 代线首线然后以多打扫 是的 KED正在给自己的头部太阳学做按摩 因为这是他们连续打的第五局比赛 在今天的第五场比赛 AZ在交手完狼队了之后 紧接着AZ又打了日本SCARS 然后现在又在打加赛 所以这连续五局的作战 从上一场BO2的比赛里面可以看出 AZ其实是有一些状态的起伏的 对的 AZ这把选择到的阵容是一个双前排 然后打4-1可以切换3-2的一套阵容 因为她活武也可以去保着亚连去代线 在中后期代线上面 亚连本身是个单代非常厉害的英雄 在有一个活武的保护的情况下 就算碰到狼队的人的话 也有一个周旋的余地 而且这把有张飞和联波负责开视野 保徐碧城打一个正面推进的效果 也会非常的不错 现在就是看他们两个人在抓单代的过程当中 能抓到谁 是的 因为其实莫拉这个点就是难抓的 他抓夏洛特还是不错的 然后龟七是一个弱化夏洛特 在有弱化的情况下 他也可以去跟AZ这边的亚连和活武周旋一下 对 但是因为夏洛特现在倒了一次经济比较低 所以如果能够一直把龟七的夏洛特的经济压制住的话 其实不足够和亚连两个人过去杀他 是没问题的 那我觉得等到下一波的时候 下一波忠义和长生可以再上去配合轩然 去跃一下龟七 对 因为当然狼队这边也要帮助龟七稍微去处理一点 要不然的话 因为我们在挑杯的总决赛 其实能够看得比较明显 有上路渲染这个点 其实整体的队伍有帮助他去压制龟七 对的 而这把能帮助到龟七的人的话 要么就是项鱼的王昭君 直接放线去上帮一波 要不然就是小胖 他顺着他的刷野路线到上面的时候 顺手帮他清一波线 对 接下来双方的这一局进入比赛 回到比赛当中 现在大乔三级到四级之后 我们也来看一看狼队他们的局势 会往哪方向走 以及我们刚刚聊到的 AG是不是会继续去帮助渲染啊 王昭君已经开始放线 帮下路透过线了 然后让莫拉去处理一下中线 对 王昭君去上了 要帮的 不帮龟七不行的 上路动手了 渲染要被逼大 交大 这波渲染是没闪的嘛 大招是一定要交的 而且在一技能放的过程当中 容易被王昭君去卡一个一技能的收手动作 对 而且看这个动向的话 上路王昭君可能还想再帮夏洛特过一波 对 我们来回看一下这一波上路 上路这波是 先拼了一下 然后后面联波赶到的 龟七因为是带了弱化的关系 没有闪现是跑不掉的 然后三轮大 在塔下的这个减伤 也轮流进行的一波扛塔 看王昭君继续蹲 霸体规避 这反应速度 看着联波和火舞会有动作 闪流王昭君 看到了 1 2 1 顶一下大招开出来 先逼一个闪现出去 然后再给个动不住火舞 等动交完之后再上去一闪 再回头给个花点的精准命中 而夏洛特在旁边 伤害是不够 没有能够带走渲染 开着也来了 这波如果开着再过来的话 那下塔就是要放了 对 做了个镜像换塔了 双方都选择 先帮助对抗路 但是小胖来了 给个大招 把上路的防御塔保住了 那下路要到可以推掉 对的 而且狼队这边还没完 大乔在下路再给个大招 把队友招下来 把这条龙立马打掉 这波效率很高啊 狼队的处理很快 下塔也爆了 嗯 其实ag有做这种局势上的资源置换 防御塔置换 但是被小胖把线给守住了 张飞被逼大招 把人喷走 其实我们说的这种打法狼队也完全都预料到了 他们也知道就是ag会让联波和火舞频繁的去帮上 对 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下 先让莫拉保证稳定的发育 然后就是看下路有没有机会利用大桥的大招 去多拿点事情 实际上的ag高一些 但这一波莫拉进场小胖把红buff给反了 上路追着打 1v1 下路特没弱化 现在不敢跟轩然打 而且轩然已经把大招交过了 也没法打 火舞 这波 看一眼红去视野 B线已经进塔了 下路特不在外面吃的话 火舞就没机会 最终还是ag拔掉了狼队的上衣 就是稍晚了一些 但是无伤大眼 狼队在前期是拿到一条龙 就现在在上路的经济上会有一些差距 狼队现在还是要给桂姬创造一些刷野的环境 要不断的时不时的让项鱼上去靠一下 继续抓轩然 就找你麻烦 二级能撤走 闪现 先跑围境 那上塔直接给了 对 但这波下路呢 看ag直接拦到了野区的位置 马上小胖的篮就要刷新了 对 然后徐变成过去去断线 但是露了一个兵出去 小胖的篮刷新了 我觉得这个篮区不能打太久 如果打太久的话 中塔可能也有危险 是的 轩然一个人 没办法这三个人啊 过来会被一直消耗的 二塔要爆了 就一直推 不管不回头 没法守 狼队这个运营做的太好了 而ag的话得管中路 然后下路也没能推掉 ag被狼队的这一波大桥啊 在这两分钟内 拿掉了太多防御塔了 火舞在个绕后卫 而且张飞这波有大招 看样子想在河道位置接团 守着莫拉出来 大招拍到不足够大闪 这一场先秒莫拉 往这女角处的展现 往回退了一下 没死 但是夏洛特没有能够活 这波ag是提前策划的团战 这一波好果断啊 这一波好果断啊 开刀哥终于两个人上去先手 让终于先交一段减速 然后开刀直接交大招 喷完之后 让绕后的长生给大闪 对就等着小胖的这个莫拉回来呢 这个节奏一打 还正好是狼队红区刷新点 正好再顺着上路 冰线推一波塔 来看长生被发现了 这波要被包 被三个人包了 对 李渊芳也在下面等着 有点难走了 看火舞基本上是走不掉的 吃个血包 然后往上跑 再丢个扇子 位移 被七星光盆腱滑到 再接一个二级前行盆拳 收下不住火舞 中路有王昭军首线 AG这里也推不进去 有王昭军在这个中路防御塔还是 太好手了 然后现在李渊芳加大乔出去带线的话 AG还有点难抓 得张飞和连波有大 然后并且抓到位置 蓝拿走了 KAT的成绩还是很精准的 双成阵容嘛 中翼和KAT是一起超成的 所以小胖没办法 斩杀线拼不过 打一波消耗 中翼的经济还可以啊 这波团战AG想在打龙的地方接团 因为亚连已经绕好了 这边开 亚连过来大招进人群 落地打到三个人 过来直接集火在不之后先倒了 那自己也只能将闪跑了 这波火舞进场的时候 好像被干扰了一下 龙狼队拿到 前期的小暴君都是狼队的 对 现在狼队还能反扑一下中路 诶 一个二塔刷一下 这个队没跳过去 最终还是被李元芳大招给收掉了 KAT卡了一下墙啊 是的 中一塔 狼队顺利拔掉 还想推这个二塔 二塔也能拔的 时间上面完全来得及 二塔拔完之后 狼队可以回家把野区资源全部收完 等着十分钟刷龙了 真的是大桥阵容 又一次的在交手当中 狼队拿出了大桥 在上一轮的交手当中 就是狼队在第二局比赛选出了大桥 当时配的是老夫子 狂铁巨幼精一格 但这局比赛选出了大桥之后 其实打出的依旧是那种转线效果 对 这把配的主要是莫拉和李元芳 跟李元芳去进行一个边路带线 然后 保一个莫拉的发育 让王昭军去协助协防队友 包括首线 而只要王昭军协防的好 长生的不知火舞和轩染的亚连 就没有办法给到归期任何压力 是的 反倒是轩染在后续的几波 都被狼队给骚扰到了 而A技在换节奏的过程当中 被狼队最终换的更多 自己丢的更多 哇 现在小胖就伤害 一个大招下去 已经能够把史莱姆斯打到三分之一血了 他已经双穿加大吸血以及双大剑了 八千二的莫拉 狗想绕被夏洛特发现了 归期这里再开个弱化往后撤 哎 小胖状态不是很好 吃了一雕啊 被连坡直接守影子了 先带走了莫拉 把小胖给带走 然后再拿个龙 龙拉脱但是没有影响 还是可以继续拿 A技这个机会抓得非常的漂亮 想换龙 等一下 看狼队这边 有点想换龙 来不及吧 看看A技能不能发现 拆中塔也可以 直接过去了 找人 都不想给 张飞直接喷大招 这种龙还是没有能拿到 但利用刀已经把自己的闪现和二元全部交完了 结果进去之后想要留人 再给个顶 没办法 有圈准备好了 中路的一塔可以推掉 还行 从这个局面上面来看的话 还是A技的优势会更加明显一些 对 在资源战上 A技打得很果断 因为如果没有资源固定战场的话 狼队他这种跟你B战去换资源的方式 让A技比较头疼 但是当这种大资源的刷新 你就避免不了双方会在正面引起冲突 对 而A技在这一局比赛里面 已经不是第一次去守小方的影子了 而且都成功了 对的 亚连过来想要逼电梯 不给你来推这个二塔的机会 看的话A技反推掉了狼队的外塔 看见狼队下一步吧 看双方防御塔已经持平了 回看一下这一波 这波先是一个火舞想绕侧边 然后被夏罗特发现了 对 然后夏罗特在车队的过程当中 小胖这边跟过去摊伤害了一点 他太想去打这一下输出了 导致于自己被A技手引子了 其实他在这里一直打龙就行了 对 他不用去着急上去打伤害的 嗯 你夏罗特是不会死的吧 这兵线已经保护好了 对 接下来A技双线齐进 中线应该可以去逼个大招吧 看看是李元芳交还是王昭军交 在高地位置 要小胖这边破军出来之后的消耗效果 还是很强的 A技这边要注意一下 上路是王昭军交大 中路是李元芳交的大招 小胖破军了 所以一个大刷下去还是很痛的 我觉得现手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是的 莫拉可以刷大 李元芳丢个盘子 然后王昭军一个大招 就莫拉跟李白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在一技能不命中单位的时候 也可以攒自己的被动层数 对他只要冷却达到35%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在自己的高地位置刷四个一技能 就可以放一个大 这手里捏了个大招 对点啊 对点有点点不过 史莱姆斯现在的经济也高 徐碧城的经济现在已经快1万1了 而要刀的话才9000 在对位经济上差了2000块钱 所以经济826 依旧打出了36.2%的伤害 他在上一局对阵到Skaz打出了40% 是的 他的史莱姆斯发育能力强 而且团战伤害很会找位置打出出 在这个版本 史莱姆斯是成都AG超王会 用来吃分的一把利器 对 在K票选麻赛当中啊 他的前五把史莱姆斯就只输了一把 打RW的时候才断掉了自己史莱姆斯百分百的连胜 到后面的史莱姆斯几乎就被别人送上班位了 就不放了 史莱姆斯没了还有个卡芬尼 这把AG他只要把兵线护着 一直能够到 狼队的防御塔下的话 狼队这套阵容掉高地是迟早的事情 是的 林波这一波是在中路砸大把人逼走 然后上路的防御塔推掉 对的 硬推的 因为正面狼队这边没有一个稳定的开转手 所以想去打一个很好的消耗其实是不现实的 比如说你确实像刚才上路 莫拉想一个大招过去刷史莱姆斯 史莱姆斯直接一个后撤步就跳走了 这也是在我们这次KIC新版本当中 比赛服版本当中最好用来反制莫拉的方式 尤其是史莱姆斯这个射手 因为其他射手的话可能成本比较高 对的 然后你看其他点 王昭君单靠一个人想要把人控住是很难的 更何况对面有一个张飞加联波 这样两个大前排顶着 李源芳也不好去消耗到 莫拉过来刷 最早的时候你会发现莫拉很容易刷到人 但是打着打着 K不要队伍的理解深了 然后外卡的队伍的理解深了之后 这莫拉就刷不到人了 对的 你只要一过来我就跑了 跑就完事了 这条主宰再一空 一会儿可以去拆狼队的另外两座高级了 这条龙没有干扰 拿得很顺利 你看帕莫拉过来抢 Kat都已经走到了上路二塔的位置了 过来拦人 不是和我 下路想进行2v2对抗 但是大桥也放电梯了 没错 这时候的狼队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大桥加夏洛特出去带线 顺便让夏洛特补个经济 这个打招 刷起来有点不通不良的 被分摊的伤害 对张飞给了个盾 这波依旧是拔下塔的节奏 还是最后一丝血过去A一下 回头给一标二级能躲掉 中线马上就要到位了 狼队这个阵容被这样压着打的话 就很难受了 其实重点就是10分钟那波龙坑 等一下 这下把史莱姆斯压残了 把史莱姆斯压残的话 史莱姆斯得找个地方 回复一下状态 细一波 史莱姆斯这局比赛是纯输出 没有抗性 又来又是一个大 史莱姆斯又残了 等一下 连波卡不住了 是的被带走了 张飞喷大招 被动住 张飞也得倒 二级能想跳 又被卡卡了 是的 狼队的机会来了 就是手高的时候 就会有破绽啊 对手在进攻的过程当中 只要露这么一点破绽 狼队只要抓住了 就是机会 小胖就是 莫拉抓机会的能力 还是很强的 啊 每波要等徐碧城上来 点塔 点人的时候 就一个大招带过去 一个大刷残 他就只有2000血了 关键连波 当时那个站位已经是 准备进去打的 他其实想把人拦走 对赶走给史莱姆斯 争取机会的吗 其实上路和下路的两个高地塔 都是这么拔的 但是在中路高地塔的时候 小胖已经在自己的高地位置 已经把自己的层数 发满了 是的 这波把双前排打掉之后 狼队已经开始压出来了 嗯 这套阵容只要压出来就好说 就怕被压在家里打 对 灵活啊这阵容 他转线完线都可以把 A技玩的运动转向的 哎 这一标中到了莫拉 哦 关键一标 徐碧城的一标 闪现过去 中国翔去追 吕元芳 亚连出手了 吕元芳倒了 吕元芳还是没能走掉 被渲染留下之后 只能往回跑 没办法 正面已经没有转能力了 大家赶紧出来 用个一技能接一下 把中下的线带着 看能不能在妖刀 和小胖复活之前结束比赛 王昭俊和大乔先去断上路的线 啊 但接下来还有两波 三守五 这波过去想把归期给拦走 过来想强拆这个中路的高地塔 不让高地塔有减速带 王昭俊只能守一路的线 把兵线拦截住 这个小组的投名很关键 看狼队能不能守住这一波的急火 下手开机弱化 一个人扛在人群里 中路的兵线被拦住了 但是水晶还是炸了 让我们恭喜 成都A技超完会 A组第一 和重庆狼队的第三回合的交手 BO1拿下胜利 三次的交手 A技都是第一局获胜 但这一次没有第二局 而且这一次我觉得大家心目中的MVP 应该是已经有人了吧 是的 这一标啊 莫拉这样的英雄 有二技能三技能 两个不可选中 还是吃到了这一标 关键一标 关键节奏 让我们恭喜成都一场合会 A组同名 这样的话 他们将会在选拔赛抽签的时候 规避掉同组的重庆狼队 并且和规避掉B组 C组和D组的第一名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区 哇 这史莱姆斯 这个徐碧晨不科学啊 有点夸张了 有点夸张了 其实因为成吉朗队这一波阵容选择 我就觉得他们是来打史莱姆斯的 对吧 是的 是的 他想说我用莫拉打你史莱姆斯 对 那我万万没想到 我的莫拉被你的史莱姆斯给打了 对吧 龙坑那一波标定在了龙坑上面 先是配合联盟秒了第一波 十分钟 对 十分钟那波关键节点 掉了一波之后 其实优势就全面 握在手里了 然后被对面虽然失误了一波 被对面打了出来 但是又靠了关键的一标 终结了比赛 你从成吉朗队把史莱姆斯放给你 然后基本上是描索了莫拉加大乔 对啊 说明他们一开始想选 这么选的理解就是 他们觉得这样好打史莱姆斯 是 但是反倒被 就被反打了就感觉 一开始我也这么认为 就是一开始我可能觉得 我一开始 对狼队好打一点 因为我觉得狼队能守这么果断 然后放给你史莱姆斯 其实他们早有 这种就是做好 打你这个英雄的准备了 是的 我准备好了 但我没想到你这个E技能 把我的所有的准备给打破了 对 其实大家会发现 就可能打到中后期 包括高地那波 AG压高地 对 就是下路高地算是已经破了 但是他们尝试在转中的那波 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因为莫拉的大招一开始已经把史莱姆斯打残了 所以AG往后一撤 但是连波被秒张飞 反手好 那一波是其实打了一个 呃 这两人掉点其实是对AG来说很伤 是的 狼队一下子是也全面反压 对 但你看压出来之后 我们当时也以为就是说 因为之前有 我觉得还是跟之前是一样的 就是狼队那把 我记得很清楚 第一他们是在组内循环第一次遇到 推上会的时候 是先压了推上会两座高地 然后后续被打了一个翻盘 我以为那种剧情又要发生了 谁能想到 那一标给莫拉定在了红野区 对 我莫拉是这样玩的 没错啊 莫拉我刷个大招上去消耗对不对 莫拉没有 我有什么问题呢 我没有问题啊 但史莱姆斯一标给我定在那里了 那这问题就大挑了 这把小胖其实两拨 就那两拨 对 而且他这这种就是 我能这么一抢 我能这么描索 莫拉大强 我就是因为我这套这种肯定是练了很久的 很多时候的 那我虚然也没见过这样的史莱姆斯 包括定在原地的呀 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莫拉在一一大的回去的时候 会被普攻可能会带到一下 但是定在原地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有那么一瞬间的一个空隙 这个空隙就被徐碧晨抓住了 他不用平A去解 他用一系能去解 标到了两次这把 对龙科那波 莫拉刷完大招 被一个标标在那里了 那个实际卡的好 对吧 然后包括龙 红野区那波预判 是的 他可能在高低的时候就猜到你 因为大家都对莫拉包括李白的理解 就是你可能手高低的时候 这两个英雄最常见的就是刷个大过来找你 对 他就可能会去尝试性的预判一下 他因为从下路那个地方 也基本上只能从那个 红BUFF那里的那个小口子过来 对 可能就刚好想预判你一下 就刚好抓住了 一波预判 一波自己的 对英雄的一个熟练度理解 卡了波比较关键的空隙 其实那波真的我觉得很离谱 就是那波龙坑那波 他直接用一技能卡住 莫拉刷大 完之后那一个后摇 给他定在原地了 那波其实真的特别难 MVP徐碧晨 史莱姆斯 两标定天坤的 是 而且其实这场比赛对于AZ的这个阵容的这个 要求是非常的高 没错 就是非常高 就是你必须是那种活舞进场打出效果 亚联进场打出效果 保证史莱姆斯不死 就是才能打出你这套阵容应有的画面 因为这场比赛终于使用到的是一个这个联播 联播 这一波 他卡住一个后摇 这个后摇卡的真的 真的有点离谱 惊呆了 这波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过莫拉什么 一一回去 被那个带个平A 这个真的预判 小胖上一把被凯特使用的雅典娜打得有点汗流加倍 这把被这个史莱姆斯的两标 打得有点汗流加倍了 太夸张了 真的这个史莱姆斯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真的我真的说太夸张了 因为我们之前一开始就是整体预判 包括像BP一出来 就我们也知道了 这是狼队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对 就是给你放那个史莱姆斯对 我把卡分你一般 除非你拿一些无位移的 那如果再不及你最多拿一个李元芳 那在这种情况下都被我莫拉的一个大招范围所覆盖 但是我们真没想到我这个阵容 其实莫拉的一个关键点是比较重要的 是 这种狼队阵容搭起来的话 莫拉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但是因为两波一技能定在一个点没办法 同样采访准备就续把时间交给舞台